您的医疗费用是多少呢? 苏布拉是一名43岁 在柔佛和捡坡工作的清洁工人 他的工作时间很长 长期的奔波不幸的他病了 他的医疗费用是没有预算到的 幸好他来到了一个埋下诊所 他只需负一令吉 苏布拉可以再重新干活了 一个埋下诊所的设立 是为了提供快捷的治疗服务 和便宜的医疗费给公众 一共有8时间坐落在大马各地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 政府也同时间再进一步地提供类似服务给大众 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 共有超过240万名的病患从中受惠 政府将继续提供援助 以减轻人们在通货膨胀所面对的负担 这是一个政府转型计划的倡议 请浏览YouTube上的GTP Rootmap 以获取更多有关NKRA的倡议的资料 谢谢您观赏这段短片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询问 请联络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